其實都是我一個職業生涯的里程碑 因為其實自己都由上一屆亞運開始 上一屆是銅牌,希望可以轉藍色 希望可以是銀牌或者金牌 都很開心可以成功做到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 還有一個很苦的經歷 我會希望大家都不要放棄 希望他要有信心去追尋自己的夢想 因為其實我都是一樣 從小時候開始 我們香港見極未是水平很好的時候 都是一步一步地來 有好的教練和團隊去幫我們 其實都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努力 很感謝他們自己支持 接下來都希望繼續支持我們的香港隊 自己見極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為香港獲得更好的成績 其實在比賽早上 臨打小組之前是有點感觸的 因為我想起十年前第一次去看亞運會 那時候是跟一個劍擊俱樂部去看的 我想十幾年前都沒有想過有一天我自己會打 那當正準備踏出去要打的時候 那一刻就覺得很感觸 就覺得這十幾年都很不容易爭取到這個位 所以就很感觸在打之前 那打之後就有少少失望的 對最後自己的表演 最後的一場 但是我覺得對韓國八強的表演都OK 所以整體來說都算滿意自己今天 我想是對韓國落後的那時候 因為都有少少不知所措 但是都沒有因為不知所措而令自己很害怕 都震得住 最後在落後的13比9都追得回 那一場都算是克服了一個很大的困難 希望跟隊友一起拿金牌 因為我們上一年是拿銀牌 之前都拿過銀牌 但是從來都沒試過拿金牌 很希望這一年我們可以創造到這個歷史 可以馬上去做一點 因為我們要在為一個炎 除了兩條、大三條、大三條、深 extended 那裡就有一個拐指 和那個人家的екст能順 為什麼呢? 好,那是… 我想平跟隊友 那一邊 覺得,呢? 你不會和歌手